第五波集港 特首林鄭月娥早前就疫情請求中央支援 其後北京和香港政府便上演一出 愛國主義教育大戲 希望港人感謝中央 但是很多市民並不賣帳 批評方艙醫院設施簡陋 也擔心大陸援港醫護水平低 批評聲浪下 保安局局長鄧炳強表示 將對抹黑中央對港抗疫支持的人嚴格執法 香港第五波疫情至19日 已錄得超過102萬宗確診 5,437人離世 有專家指Omicron病毒雖然傳染能力強 但病徵輕微、似感冒而且死亡率低 隨著疫苗接種率的顯著增加 大部分國家紛紛放寬防疫政策 從嚴格封城轉為與病毒共存 香港卻抑世界主流防疫趨勢而行 效仿大陸封樓封區 要求市民強檢 同時港府推出多項收緊社交距離的措施 包括疫苗通行證 只有接種疫苗的市民 才可以進入商場、超市等場所 當局還要求如酒吧、健身中心、 又落場所等約17類表列處所暫停營業 導致香港百業蕭條、失業海嘯正在醞釀中 有評論指就在民不聊生之際 香港政府和北京卻聯手上演一出愛國主義教育大戲 先是林鄭月娥就香港爆發疫情要求中央協助 其後國務院港澳辦傳達中央對香港疫情的關切和問候 表示中央會按香港的需要提供支援 並已經派大陸檢測員來港 在3月16日的記者會上 林鄭再次讚揚中央支援香港 形容是全方位、大力度和有求必應 不過很多香港人卻不賣帳 批評在中共援建下 一週就火速完成的清衣方艙醫院設施簡樓 室內沒有廁所和洗掃設施 要去公共衛生間如次洗掃 此外病床之間或不足社交距離1.5米 施放倉醫院如監倉或臨時貨櫃屋 近日NOW新聞台一位女記者 在政府記者會上問及來港支援的大陸醫護人員 如果發生醫療事故 市民應該向哪一方投訴 其後該女記者遭親共媒體和親共團體的厚珠不伐 結果NOW新聞台發聲明道歉 19日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在接受專訪時 讚嘆中央援建的清衣方艙醫院 形容僅在7天內建成的方艙醫院 系在趕創造的一個歷史 讓他感受到中央的關愛 他表示中央在困難時期大力援港 包括派抗疫人員來港 在香港援建隔離設施等血濃於水 但有小部分人試圖抹黑中央的支持 此行為不僅影響了整體社會 也是違法的 因此 當局將對鄂爾抹黑國家對香港抗疫的支持 影響破壞特區政府抗疫工作的行為 搜證執法 有評論分析國安法實施後 北京肉以懷由方式安撫民意 根据疫情來表現中央對香港的關懷 兩會期間 港澳辦主任夏寶龍表示 中央支持香港抗疫 即使香港面對種種困難 中央從未怪罪 願與香港共同承擔 解決問題 並形容 大家是一家人 不分你我等 評論逐指 經歷過反送中和國安法的香港人 都深知中共不可信 也明白若非中共當初隱瞞疫情 也不會導致疫情在全世界範圍內爆發 而林鄭又跟隨中共清零 拖垮香港民生和經濟 百業蕭條 因此無論北京如何支援香港 想應外國主義教育戲碼 港人也不會上當 這令當局不滿 因此鄧炳強以執法來動客市民 希望肅稱批評聲浪 香港第五波疫情仍然嚴峻 每天確診人數過萬 在防疫路線方面 清零還是與病毒共存 一直是社會爭議焦點 不少過往支持政府的商界人士都有發聲 遠轉建議與病毒共存 近日香港精英會創會兼榮譽主席 商人施榮恩也提議 將香港推動成為全國首個實行與病毒共存的試驗城市 將將錯就錯變成將功補過 為國家開放和開闢另一條 暫身的抗疫防疫策略 施榮恩是香港行通資源集團有限公司董事兼投資總監 其背景親共 曾經擔任貴州省的政協委員 和第五屆和第六屆深圳市政協委員 也是香港福建社團聯會董事會的副主席 香港全國青聯委員協進會聯席主席和中華全國青聯聯合會副主席 曾被評論指為滲透香港的統戰組織精英會 就是施榮恩所創立的 香港疫情爆發後 在特首林鄭月娥的鐵碗清零政策下 百業蕭條直接衝擊商界利益 商人施榮恩近日發表文章展述觀點 據香港01報道 施在文章中表示自己一直都十分反對與病毒共存 指這是外國在防疫政策失誤後 別無選擇情況下採取的政策 中共的清零政策才是最佳之選 但可惜香港清零的黃金期已過 它說第五波疫情導致百業蕭條 餐飲業、旅遊業等行業更是損失慘重 甚至面臨連鎖式倒閉 香港近期也相繼出現跨國企業和國際人才流失離港的情況 近日多數本港大學醫學專家推算 香港累積感染個案已接近400萬 施榮恩引述數據指 目前香港超過90%人口已注射第一劑疫苗 第二劑疫苗的接種率也高達80% 接種第三劑疫苗的人口超過230萬人 在疫苗接種率較為理想 和充分具備群體免疫情況下 建議嘗試推動香港成為全國首個實行與病毒共存的試驗大城市 把將錯就錯變成將不公補過 為全國抗疫兩年多的困局提供一條新的出路 施榮恩還指 由於港人太過重視個人私隱 導致政府推出的防疫程序 安心出行沒有追蹤用戶行程軌跡 以溯源追截染疫病人的功能 他希望香港人在私隱問題上做出犧牲 建議政府大力推行安心出行 實名制和設定追蹤定位功能 效仿大陸實施健康碼和風險等級 自動提升等多項功能 他認為安心出行有了追蹤功能後 對今後推行的全民檢測將有如虎添疫的效果 反之如果沒有一套強而穩健 據追蹤效能的系統 和推動大眾市民遵守防疫條例的效果 也只會大打折扣 香港第五波新冠病毒疫情 確診人數已突破百萬大關 港府此前強調的動態清零路線遭遇滑鐵路 香港大學內科學系臨床教授孔凡毅指出 根據港大研究 香港真實染疫人數達到350萬人 一般市民染疫 加上疫苗接種率大幅提高 相信香港已達到群體免疫 市民感染風險將會下降 綜合港媒報導 3月19日香港新增16597宗新冠肺炎確診 是2月27日以來 首次單日跌破2萬宗 累積染疫人數為102萬人 同日新增249宗死亡個案 其中182人於公立醫院離世 另外61宗為滯後情報死亡個案 第五波疫情至今錄得5,437宗死亡個案 死亡率為0.5% 香港政府新冠疫苗臨床事件評估專家委員會共同召集人 香港大學內科學系臨床教授孔凡毅19日出席電台節目時表示 相信第五波疫情3月初已到達最高位 目前高峰已過 根據港大推算 全港的真實確診人數 認為350萬人或以上 當全港一半人口已染疫 而另一半人口則已接種2劑疫苗 便已有群體免疫或社區抗體 市民感染風險便會下降 孔凡毅認為 確診數字或會在2個月內回落至2位數字 隨著香港疫情逐漸受控 以及第二針接種率達9成後 便有條件有罪放寬社交距離措施 包括重新開放餐廳 每台座4人 重開運動設施等處所 外地到港人士如果打齊疫苗 他建議只需要作核酸檢測 不需要再檢疫 對於感染新冠後 應否會二次感染 恐凡毅認為無法避免 其他上呼吸道疾病也有類似情況 呼籲市民注意個人衛生和完成接種疫苗 香港此前緊跟中共的動態清零路線 採取極為嚴格的社交距離和封控措施 疫情依舊大爆發 造成醫療系統頻隆崩潰 死者的遺體堆積 甚至連棺木也耗盡 香港的經歷和目前中國大陸全國疫情爆發 也讓外界反思清零政策為何遭遇獲鐵牢 美國之音報導 在傳染性極強的Omicron變種病毒攻陷香港前 港府透過嚴厲的清零措施控制了疫情 儘管香港的商業、航運和人們的出行突然停頓 為此付出了巨大的經濟代價 但Omicron的出現改變了這一切 儘管香港融斷英、美等9個國家航班 要求反港居民隔離14天 並關閉了學校、健身室和公共活動場所 但仍未能壓制、疫情擴散 各種措施收效都不大 而中國也有類似情況 北京曾經號稱清零讓中國被其他大部分國家 更早地控制著疫情 但最近一、兩個月 Omicron不斷突破各地防線 迅速向全國蔓延 中共的疫情防控手段對此無能為力 一個又一個城市進入了封城狀態 實際上中共的清零路線在香港不得人心 香港民意研究所最新民調顯示 百分之五十七受訪者認為 與病毒共存更適合香港 只有百分之三十二的人贊成動態清零 有網民認為 如果港府一開始就走與病毒共存 而不是強行清零 將所有確診者送入醫院或隔離設施 香港就不需要走過一段醫療崩潰 大量病人死亡的慘痛經歷 也不需要在大陸派醫護來港援助 在大陸派醫院的地階 而不需要在大陸派醫院的治療 記不及